在婚姻之中,需要学会未雨抽谋,这是一句很现实的话,虽然眼前的爱情坚如磐石,甚至两个人许下了天长地久的承诺, 但谁也不知道最后会风云突变,究竟翻起怎样的波澜,因此提前做好万全准备,给自己留一条退路,也让自己能够全身而退,有非常好的结果。 婚姻之中,女方往往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,有时甚至选择无条件嫁给了对方,因此纵然之前是亲密无敌,可到最后说不定男方会翻脸不认人, 因此提前去给自己做好一些规划,还是很必要的,方产证上究竟应不应该加上女方的名字呢? 一,承久的沉默与不回复,预示着男友心里是如此的胶着,在不断地思量自己的利益,婚姻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情, 生怕自己的财产会助来打水一场空,生怕自己会锁托飞人,每一个人都尽全力的去保障自己。 男友的法问,表明自己心里的不平衡,觉得女方并没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保障自己, 而唯一的房子居然想要瓜分一半,实在是不可接受,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但是请别忘了,婚姻如果只为自己着想,怎么会找到真爱呢? 二,房子是两个人爱的小窝,也是各住的新天地。 女方希望自己的名字夹在房产证上,拥有产权,无论是于情于理,还是从各个角度来看, 这条件不过分,可是男友显然是不愿意,道理很简单,这是自己加成俄买的房子, 对此女友没有骨脚蛮缠,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要求,不仅公平公正,而且保障了两个人的权益, 可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还是婚姻吗?没有了任何感情为基础。 三,或许,有人认为,爱情之中尽未分明,不是特别的友好,甚至会显得生疏, 日后的导火索也会是其中的一个,但是若是什么事情都是随波逐流。 到最后吃亏了也是自己,婚前财产,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律,都保障了每个人的权益, 若是不仔细的研磨,到最后净身出户,或者出现任何意外, 好无保障的可能就是自己,爱情和事业其实可以两存, 只是需要每一个人的权衡,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支持, 也希望能够提前说明白,女生提出的三点要求,简直无懈可击,男生看了会怎么想? 现代婚姻希望女性都独立而自由,在经济基础上面,追求精神的欢乐, 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一道围墙,保护好自己,也不要去伤害他人。 在婚姻之中,不要过于强势,但也不要甘拜下风,朝着自己的方向, 静静地去寻求那一份美好的力量,婚前的协议,应该提前说出, 约法三章也应该及时报告,不要等到最后才想起, 反倒是没有任何的机会,导致自己无从开口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